那如果病得又便秘呢 因為腎阻惡便 肚子黃金內金的 大小便也是腎臟在管 所以你腎臟功能很好的時候 你才有便意啊 才有感覺到說 我感覺我要去小便 如果你坐在那邊身上 肚子腫很大 然後膀胱都腫起來 然後你一天都不小便 你說我還不想去廁所 這並不是你武功很高啊 你根本腎臟功能都沒了嘛 這不是練武功 武功沒有什麼憋尿的武功 我們練武功是想辦法 把尿射出去 忘了教大家小便 你們我們小便都要改變 你說老師小便也要教嗎 當然要教啊 你男人就要站好 就是先不要急著去上廁所 當你覺得膀胱很脹的時候 跑到站在那邊的時候 吐氣和吸氣要配合得很好 先準備好 統統準備好了 然後吸一口氣 吐氣的時候硬把它逼出來 盡量讓小便噴射出來 這是練功夫 可以練腎臟 那腎臟功能摔接的時候 便意沒有 那你可以說 老師我用細心 精方裡面在哨音症的時候 我們為什麼用麻黃腹子細心湯 實際上麻黃腹子細心湯 並不是發汗 麻黃腹子細心湯是利尿 利尿 所以哨音症的時候 我們麻黃腹子細心湯裡面是 因寒病人會失眠 淡愚昧 就是一直想睡覺 對不對 所以麻黃腹子細心湯下去 因為裡面是寒濕的嘛 所以一下去小便排出來 所以細心呢 本身是 利尿用的 基本上處方就是這樣子 那老師 繳路外面的傷口怎麼處理呢 因為它是糖甜的 你不要用舌頭去舔它的傷口 那麼孝順啊 不需要 不需要 它是糖尿病的 你真的不要去舔 那麼傻瓜 那用蔗糖 蔗糖放在水裡面讓它融化掉 那量你可以放多一點 比如說一盆水 你可以放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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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斤啊 蔗糖放進去 讓它融化在水裡面 然後腳就泡進去 腳泡到蔗糖水裡面去以後 那個糖 遇到糖 這個蔗糖開始 開始不斷的吸 那個病人會告訴你 這個厲害哦 他說你看 我每次腳一泡進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那個龍噴出來 那個龍從裡面噴出來 好 那我都叫病人一天泡兩次 早上一次下午一次 這個開始收口 然後廚房 好配合這個廚房 這個是基本上的廚房 基本廚房 用的地方非常多 凡是上熱下寒你都可以用 所以臨床上的時候 我遇到 紅斑氣狼倉 血癌 的病人 他只要出現上熱下寒 都是這樣子使用 好 那如果說病人很容易出血 一撞進去就暈血塊 這時候你就要加穿穹 好 這就是我處方的時候的手法 好 諸如此類的 好 那病人如果大便不通 這時候你看他 他是 這個大黃父子細心他 裡面就有父子跟細心的 好 你就加了大黃 大黃呢 劑量多少 你問他嘛 一個禮拜才上一次 五千 隔天就有了 好 兩千 這樣加減了解我也是吧 我三天到四天一次 三千 這就是看當時的狀況來做加減 但是你必須要用大黃 好 必須要用大黃 所以說 如果你了解 處方怎麼使用的時候 你遇到再重的糖尿病 都可以 好 都可以治療他 那效果都很好 那病人如果說吃了這個石膏 好 還有織母 口還是渴 你可以加瓜樓根啊 加重啊 好 加石戶啊 這種 好 額外的加進去都沒有關係 好 爭論他的經驗就可以 好 那 病人出現在你面前的時候 出診 出診的時候 病人是上的時候下寒 對不對 我不在乎你們 病例裡面 寫說糖尿病什麼 都無所謂 當你幫他治療了以後呢 好 一個禮拜 兩個禮拜以後 他腳是越來越冷 上面是越來越熱 代表說你 主方方向錯了 沒有效 正常的人呢 是上面是冷的 下面是熱 好 那諸位按照我這種處方 絕對 沒有一個不好 除非病人對你沒有信心 好 那現在看到了重症 重症 幾乎都是上熱下寒 所以諸位以後 跟我們到美國去臨床的時候 會發現到 老師你這個治療 那個嚴重的尿毒的處方 怎麼跟那個紅白性腦上的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因為都是上熱下寒 好 就是 基本上 你看這些藥 全部 從金方來的 但是我們也偶爾抓一些藥 從神龍門草精裡面 比如說它有傷口嘛 對不對 三漆啊 收斂它的傷口 好 那你如果說 你都不曉得 這個中藥 可以內服跟外用 你如果從來沒有去記 三顆的藥 比如說這個 好 那個 雲南白藥啊 和我們汗糖紅 裡面的處方內容是什麼 你不用記都沒有關係 你說老師 這個 這個 支母 本身呢 你粉劑放到那邊的話 放酒就變成乾掉了 所以支母能夠除濕 有傷口的話 一定會有濕嘛 好 黃蓮呢 能夠解毒 去熱 濕熱嘛 好 那你把這兩個藥放在一起 除濕跟去熱 在一起嗎 所以你可以放到外面 做外敷啊 好 那你可以加一些 如果你說二老師雪階啊 好 像這種 就收斂傷口的 好 收斂 好 這個傷口的藥 好 能夠 這個 非常好 好 能夠 這個 肌肉呢 能夠腐爛的肌肉呢 能夠再重生 好 都是這樣子 隨便 開個處方都可以外用 所以說 你如果藥性很熟 那 即使你 跑到一個小城鎮裡面 那有些 你身邊沒有藥 那有些藥缺了很多 你還是可以 好 把它 很簡單的 重新稍微組合一下 也可以用 好 就好像用車子 沒有冷氣的還是可以跑嘛 對不對 好 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 這種廚房我們用了很多 好 用了很多 好 那你如果了解這樣子的話 基本上糖尿病就不會有問題了 糖尿病是這樣治 好 所以我們會用到 人生白五湯 人生白五湯 好 但是呢 不夠 好 不夠用 因為你常常會碰到病人是 已經吃西藥吃很久了 好 所以你如果 出疹的醫生 這個人 該死就是 你看的 他也沒有給西醫看 什麼 他也不知道血糖很高 就是很噪渴 胃口很大 人生白五湯 一劑下去就中了 就好了 然後他也不知道 還有糖尿病 這種人最開心 好 那知道自己糖尿病的人 最倒楣 每天在那邊查血糖 好 還被騙 那這個紙都砸太多 真的都砸這個 一砸這個血糖又不一樣 你把他嚇死了 一嚇死了 他又自己增加劑量 好 所以說 你要看中醫還是看西醫 自己做選擇 好 好 如果遇到病人 糖尿病的病人 手腳都是冰冷的 不單單是腳冷 手腳都是冰冷的 寒很腎的時候 這個時候你用當歸式泥湯來做加減 就比剛剛的更深一層了 好 好 那這個 好 那當歸式泥湯很好用 好 我治療 也是 我們治療 那種 紅白血狼倉 好 血癌 好 都會用 使用到這個 當歸式泥湯來做加減 好 因為病人 手腳冰冷 還有一種叫雷諾式症 他就是 手指頭就是 好 那個前端的 冰冷的 你看起來是青紫色的 很奇怪 就是前面冰的 你摸上去 手是溫的 那手指頭整個是含冰的一樣 不曉得練什麼功夫啊 那個冰好像可能是天山來的 那個手指那麼冰 好 那我們 我們可以用當歸式泥湯 當歸式 金方家用當歸式泥湯 那如果當歸式泥湯下去 當歸式泥湯後面除了 歸之勺藥以外 我們後面有當歸 細心的木通 那你並沒有泡腹子跟身腹 那你當歸式泥湯下去以後 如果他手腳還是冰冷 你可以加了泡腹子 還是或者是身腹子 對不對 所以你要知道 泡腹跟身腹的 功能是什麼 好 所以心臟 當你心臟沒有力的時候 你加了泡腹子下去 加錯了 你應該加身腹子 腎臟功能不行的時候 你要重用泡腹子 了解我意思嗎 那腎臟功能 到了極端不行的時候 水是克火了 火受到水的克 心臟都快停了 賣沒了 這個時候拋腹子都沒有用了 這時候要靠身腹子 就依此類推 這樣大家就會知道 處方的應用 處方應用 好 這個 接著我們看 竹林湯 麥福 發熱 渴欲飲水 小便不利 你看渴要想喝 渴嘛 又口渴 小便不利 看起來 五菱傘是不是這樣子 也是這樣子的症狀 對不對 脈浮啊 好 發熱 這個五菱傘也可以 而實際上這裡呢 開出來用豬林湯 為什麼 因為發熱 這個發熱呢 就是已經發炎了 這個跟五菱傘不太一樣 五菱傘的發熱是表震 比如說這個有點感冒發燒 它這個發熱不見得不是發燒 而是因為尿 結石 那個石頭梗在這個地方 產生了發炎 身上有發炎了以後 產生了熱症 豬林湯 豬林湯 那豬林湯的時候 各位看 這個我們用茯林 茯林折蟹 來把 沥水 折蟹 全身上礁了水 茯林中礁 豬林呢 下礁了水 滑石呢 把石頭立出來 打碎立出來 阿椒去止血 因為石頭表面上 非常的鋒利 經過尿罩的時候 會把尿罩刮破 所以我們就加了阿椒在裡面 所以中藥是不是很人性的 但這個處方用了千年以上 治療石頭 就西醫不是你說西醫科學啊 不是很好嗎 到現在沒有任何藥可以治療 好 那你如果說 老師我去石頭很大 這個排不過來 你錯了 前一陣子一個老太太排出來 像雞蛋那麼大也排出來了 結果趕快把它摘入下來 證明有多大的可以排出來 所以你說中藥 那麼大的石頭 中藥排不出來 你胡說八道 那個老太太就排得出來 還帶尿部 他沒有力量都排得出來 他帶了尿部都排出來 對不對 那你體力很好 怎麼也排不出來 那聖結石的來源 就是喝水 飲水 古代呢是飲水 那是水裡面 地下水 那個石灰也只很多 就喝 喝了以後就是石頭 現代人還喝地下水 到山裡面去打個井子喝水 哪那麼麻煩的 喝喝水 那麼麻煩 就是自來水 那自來水的時候 你沒有煮開煮熟 或者是這個 你平常也會造成聖結石 還有呢 在美國的時候 你們看電影 那個 他們常常 水龍樹要打開來 杯子下 一接就喝 千萬不要學它 好了 好都不學 學壞的 那個美國的水 不能相信它 你們到美國臨床 你就知道 你也可以啊 你可以去喝 然後我表演豬靈湯給你看 好 你水一定要煮過 好 那還有一種情形 美國人很喜歡吃維哈密C 所以吃維哈密C可以預防感冒 可以幫助感冒 你看新的研究出來 根本就不能幫助 這維哈密C 吃下去會造成聖結石 還有呢 鈣片也會造成聖結石 我們中國人吃很多芝麻 對不對 以後你們到那邊有 如果我們廚師很好 可以做燒餅 然後上面芝麻 芝麻就是高鈣的啊 好 中國人吃這個 很多高鈣的東西 這可能不會造成聖結石 但是你吃那個鈣片 好 一定會造成聖結石 好 這樣 所以說 盡量不要去吃這些東西 好 所以剛剛介紹的就是 已經化膿了 我們怎麼處理 好 已經化膿了 糖尿病怎麼處理 我們暫停一下 下面沒有 接著下來呢 我們記錄水氣病脈症 這個 水氣 病脈症呢 水病 就是我們 腫起來啦 身上肚子變大 骨髒啦 身上積水啦 有的人全身都是積水 有的人下半身積水 有的人就是長得起來 臉很大 臉積水 水病 水病 跟前面那一篇的隱病呢 差異在哪裡 這個隱病呢 是內發的 是你自己平常生活習慣不好 我講過 躺在那邊喝水 坐在那邊喝茶嘛 你為什麼躺在喝 對不對 好 自己造成這樣 水病呢 是外來的 外來的 外來的 就是 表症 失智 本來 真的是桂枝湯症 或者是葛根湯症 對不對 那可是呢 你遇到 這個南方 溫病派 他就不會用麻婆湯 桂枝湯 葛根湯啊 一看 用一些 什麼 這個 蓮鞘啊 銀花啊 這個板南根啊 諸如此類的藥 那種藥 那還是刷牙漱口的 那個沒有辦法把表症去掉 沒有 表症沒有去掉以後 這水慢慢累積在身體裡面 好 這個 失智 就是表症失去 治療了時機以後 才會造成 水病 好 來 這個水病呢 分 好 病呢 這個水病有風水 這個你不要 把它風水地理 有風 外表的 最淺的 風引起的水病 有皮水 有震水 有溪水 有黃汗 區分這幾種 好 區分這幾種 那 基本上的觀念呢 是 因為 先有風水 好 它為什麼這個順序 變成有風水了 好 結果呢 碰到醫生 不曉得如何去治它 結果 水跑到更裡面 就變成皮水 那皮水呢 在 失去治療的時機 才會跑到 震水跟死水呢 黃汗 就是泥水 才會跑到裡面去 這是水的源頭 好 所以說你如果 一開始 得了上寒表證 或者是中風 或者是溫病的表證 金方有溫病嘛 我們用葛根湯 對不對 發料 就根本就不會有水病 好